2016年10月11号是伊斯兰利的正月初时 也是什叶派穆斯林悼念先知穆罕默德孙子殉难的日子 伊拉克卡布尔什叶派穆斯林纷纷前往圣殿膜拜 不过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左右 为数不明的枪手却在神圣的大日子发动袭击 先是在圣殿外枪击站岗的警员 之后在大殿大开杀戒至少14人无不送命 当中包括一名警员 另外还有43人紧急送院抢救 现场横尸遍野 一瞬间痛失亲人的受害者难掩心中的悲痛 失声痛哭 警方初步调查 袭击者共有三人 不过警方只歼灭一名凶手 目击者透露 袭击者猖狂巧装成警员 刺激作乱 安全部队正着手调查案情的来龙去脉 并全面追捕再逃嫌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